就是翻頁這件事情 跟畫插畫 或畫平面藝術的創作不一樣 然後還有它中間就是 無論如何就是有一條線檔 那妳還可以做拉頁 你就還是被折 還是有折線在 對 然後還有它很需要計畫跟安排 它需要前面要鋪陳 然後買小隱藏的一些小細節 然後最後再給大家看 它其實就是比較神奇的是 它其實每一幅畫都可以用 就是手機掃描 擴增實境 對 然後你擴增實境 你掃完之後它就有一個AR 然後一個動畫跳出來 那還有音效的音樂 對 哇 太好了 現在新時代就是這樣子了 看展覽還要帶手機再擴增 然後就為東西冒出來 這個實在是太棒 這個看展覽還要帶手機 看展覽還要帶手機 一次性就像